還有一位委員進來的,那個雙產人士,梁國雄 這個現在其他,這些委員已經問了兩輪,但我們時間只有幾分鐘而已 那你又有這個權利可以問第一輪,OK? 多謝主席 其實講無綫的霸權,當然是... 即是無遠分界,譬如他和阿士私相授受那件事,兩個的傳媒都罰得這麼輕 即是根本是,你當香港是傻瓜而已 另外一個問題,我也有去無線示威,即是他台慶那裏 我覺得有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剛才講的所謂廣東話的問題 我想請教你們,你說有個不成文的規定 第四點就是不成文的規定 如果你認定了他是有這樣的時候,那對無事有什麼情緒呢? 到底他這樣做是對還是不對 你認定了,即是說即使是不成文的 是因為很多人覺得是約定續成,如果你不是這樣做就沒辦法 其實說了一點就叫做沒辦法 那你覺得,政府覺得這樣是不是可以容忍的呢? 這個這麼大的霸權 這個你一定是要告訴本會,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無線的問題就像昨天我看球一樣 說不斷踢下去,踢後腳,不斷踢膝 然後球證下馬,你不要再來,我給你一個王牌 一直都不給王牌 所以我覺得其實,關鍵就是什麼呢? 你這個無線的錯的行為,你有沒有懲處的機制 就是說,你說我罰他幾十萬,和阿慈斯湘仙秀仙 有根本有沒有力? 人家只是說要保持收視,那個收視點都說 如果你多一點我就捐100萬出來,阿哥哥 100萬也給得出了幾十萬,是什麼來的呢? 所以我覺得整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我們說無線人有霸權呢? 就是因為你們給他這樣,因為科爾罰金是沒有意思的 你是要將他的牌子不給,或者削弱他的牌子,或者令阿氏瓜柴 所以我想請教在座的官員,你們可不可以告訴本會,你見到這麼多的事情 你現在有沒有一個政策上的宣告,就是說,其實再是罰款不行,一定是動他的牌子 因為2015年就續約了,你們可不可以告訴本會,會有什麼做呢? 我想,何主席只可以回答你後面那一招 關於這些被裁定違反廣播條例的電視台,逐排裡面會不會考慮 那之前你說的那些,他已經回答過了,不過你遲了進來 那當我錯? 沒錯,你沒錯,其他委員都有問的,OK,你沒錯,不過因為你遲了進來,沒有聽到 所以我們省了一些時間,最好他回答你後面那一招,好嗎?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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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免費電視廣播,有什麼對策呢?因為他沒有了真的不行,是不是? 你認為有什麼對策呢? 即是怎樣?如果無線,你不續牌給他就很大件事了,是不是? 那講到明吧,梁振英,講到明吧,阿哥 我們時間就夠了,這個問題就不知道主席你會不會回應,因為我們都夠時間 那你可以簡單地回答一下,梁振英 違規個案我們會照法律要求去處理 續牌的申請我們都會根據我們一般的程序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不是,主席,他沒有回答,他說財力嘛 即是你會不會建議政府找一些財力穩健 不是好像鍾樹根那樣叫人收皮那些,三十多億都要收皮 那你找一個六十多億,一百億的,如果不是的時候 即是說你是美大不調,即是無線不能夠沒有 我想他答不到你這個問題 那有他,主席,算了,有人聽到就行了 好,那我們跟著第三個議程呢,就是通訊 下一位兩個號 主席,我聽何先生說,當然我明白了 因為黃禎這班人就好像色情場所keeper 背後那個人就開色情場所,他就在那裡認罪 寫皮條,我是寫皮條這樣 但問題,如果有人在一個發言機構裏面 無論他是策劃,或者是縱容,這些keeper的行為 一樣可以追究的,除非你說,黃禎和盛品如 兩個是無端端拿來鎖匙回去開會 那些背後老闆不知道的,你那些觸目驚心的 黃禎有一間寫詞在這裏,定期跟亞視高層說話 接著叫鄺凱瑩說你是代總裁,不過在亞視裏面就不好 這還不是觸目驚心 那好了,你說他是keeper,我罰他不到的時候 警察如果抓到keeper,那個keeper說我現在認命了 我是皮肉錢來的,我就去坐牢 如果keeper供那個,背後那個從事賣淫業的人,你不抓他嗎? 現在呼之欲出的了,我告訴我何先生 你是不是沒有調查權又怎樣呢? 因為你是不知道背後那些人為什麼這樣做呢? 如果有的時候,為什麼你不跟特首席說呢? 你說背後是誰呢?現在keeper其實是盛品如 keeper是盛品如,黃禎是幕後人 黃禎在起床一點也不算買 黃禎還太可見了 主席你看看是否能夠答到 黃禎說其實是王禎其實是keeper 黃禎是不是keeper 黃禎當然不是keeper 黃禎當然不是keeper 黃禎是keeper 他不是持牌人,為什麼是keeper呢? 主席你答吧 多謝主席,我可不可以抄回你剛才的答案? 哈哈哈哈 OK 那其實就是沒有辦法懲署他? 是不是? 我們 其實他拿了免死金牌,如果你罰他那時候他就不是 但實際他操弄 我們的權力是來自那個法例 所以我們一定要跟那個法例賦予我們的權力 我想梁議員的問題就是說,如果黃晶再犯,又控制亞視,那你怎樣呢? 意思就是這樣 那你有什麼辦法對付他? 我們會再調查,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OK,下一位莫乃光